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时需要把两头接入到电脑的USB口上 另一种单头工程线 使用时只需要接入电脑一个USB口 双头工程线分别具有仪器供电和数据传输作用 注意接入仪器端是有区分方向 没英文字母面朝上 可留意线端有英文字母的朝下 一切安装电池 仪器旋转到背面可查看电池凹槽部分 用户需要配合螺丝刀 把仪器四个脚拧开 取出仪器透明底板 安装上一块能够正常工作的6G电池 为仪器安装上透明底板 并把仪器四个脚的螺丝装上完成安装 一切打开供电开关 可在电压表查看电池电量 是否有3.6V或以上电量 如果电池是在3.6V以下 仪器连接电脑时平台 没法正常读取信息 用户使用时注意电量 因为擦弹工程线 电压会出现边差 用户在查看电量时 不要擦上工程线和电源线 查看电压表上的电压 充电时需要接上仪器的电源线 充电时需要接上仪器的电源线 维修电源表调至电压到4.1V 充电时长是45分钟左右 即可达到满电状态 平台驱动的卸载安装 平台卸载可以联系卖街或登陆迷景的官方论坛 登录完成后找到仪器的功能区域 我对仪器的图片教程或平台进行卸载 找到卸载地址迷景云平台 点击对应的平台文件卸载 卸载完成后解压 双击平台进行安装 安装时遇到360报错提醒需要用户选择 允许远键的所有操作并点击不再提醒 进行平台和驱动安装 进行平台和驱动安装 再次运行并点击不再提醒 再次运行运景云平台 选择FT232驱动 注意需要选择对应用户电脑系统进行安装 选择安装有快有慢 请用耐心的后 完成安装点击键盘回车键吹出 读取保存盐硬盘数据 打开密警平台 选择64位NAND模式 并在平台底部找到端口 选择工程线的端口 工程线连接电脑 安装母盘 操作时注意母盘点方向是对应仪器的右下角 请勿放错方向 或者会导致仪器大电流 连接工程线道仪器 同样需要注意方向 没有英文字母的一面朝上 有英文字母的一面朝下 方向连接错误平台 会无法检测仪器 平台检测到仪器 并要求打开供电开关 打开供电开关 平台再度检测 并要求取出母盘 并放进需要修改的硬盘 再点击确定 仪器取出母盘 把从原机拆卸的硬盘安装到仪器上 平台点击确定后 并要求选择对应仪器编号的引导文件 编号在仪器电流表上能查看到 并联系麦接进行下载 对应编号的引导文件 平台会自动接载RAW全线 当提示成功进入RAW全线 现在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表示接载成功 接载完成后 点击平台的读取内核信息 在平台右手边查看到硬盘里的信息 查看信息是否正常 完成后点击备份内核数据 保存在电脑上 为了查看方便 建议更换文件名 全新硬盘写入系统 因为全新硬盘没有集成数据 需要使用仪器进行 画机写入才能正常使用 运行iTrims后 并在仪器上安装上全新硬盘 安装时注意摆放的方向 连接工程线到电脑 接入仪器 注意工程线的方向 每英文字母的一面朝上 有英文字母的一面朝下 打开供电开关 iTrims检测并要求调入固件 选择最新的6G固件 进行刷机 因为没有安装指纹排线 刷写到最后 高错53G固件 硬盘写入数据 运行迷紧云平台 选择64位NAND模式 平台底部选择对应工程线的端口 连接工程线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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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知道 我终于方向美之一面朝上 撤亃接工程线 注意方向 平台要求打开仪器的供电开关 打开供电开关后 平台要求取出母盘 换上需要修改的全新硬盘 或拆机硬盘 并点击确定 取出母盘并换上要修改的硬盘 需要注意硬盘安装的方向 等待平台接载数据完成 对于全新硬盘 第一不需要写入对应机型的底层 拆机硬盘临内含底层 则不需要操作这一步骤 需要填上序列号 型号 WiFi地址 蓝牙地址 监管号 地区 颜色 等七项信息 填写时可以通过手动写入 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右一项数据 都需要按键盘的回车键确定 写入或填写完成所有数据后 点击平台的写入 点击平台的写入 内核信息 一键全部信息确定写入 用户有把就应盘数据保存在电脑上 可以通过 点击平台上的钓入内核信息 选择文件并打开 点击写入内核信息 点击写入内核信息 留意平台左手边的对话框 是否有提示 是否有提示 和写入内核信息成功等字样 信息确定正常后 还需要重新读取内核信息 再检测一次 最后把仪器关闭后 取出修复好的硬盘 安装到主板上 装机刷写系统 并测试功能是否正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